中国霹雳舞队开始集训 备战2021年WDSF世界锦标赛 2021年WDSF世界霹雳舞锦标赛 中国队集训开训仪式11月9日在南京 北京两个分会常举行 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席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会长尹国陈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副会长陈一平 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长苏杰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思等 与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队员 教练员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对集训期间队伍的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021WDSF世界霹雳舞锦标赛 将于12月4日在法国巴黎夏洛特剧院举行 套和波诺项目将以1比1的形式举行 中国霹雳舞选手刘青一 略分齐 齐翔宇 商小宇在南京市立水极限运动馆首度集结 并将在此进行为期20天的封闭训练 希望能在2021WDSF世界霹雳舞锦标赛上 展示中国少年的实力 南京市立水极限运动馆 是第14届全运会霹雳舞项目的举办场地 也是国家滑板队 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的训练基地 硬件设施能够满足霹雳舞项目的各项训练需求 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教练员王坎 代表运动员和教练员宣示 为了体育的光荣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荣誉 我们将以真正的体育精神 参加2021年世界霹雳舞锦标赛国家集训队 尊重队友 遵守纪律 团结互助 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意志 参加本次国家队集训